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淡的一個小故事 但是他的後座力好強 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不管你是哪一個族群的人 我想都會被這個故事感動 女主角本人 因為他其實就是這個原著的作者 然後他說的其實就是記錄了 他爸爸媽媽那個年代的故事 覺得太特別了 每一個在台上演出的演員 我覺得那個內戀 在戲劇裡頭很自然的流露 兩個小時裡面是目不轉睛的 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我偷偷哭了幾次 我覺得非常好看 舞是一個節奏快的戲 但是你的眼睛是離不開舞台的任何一個演員 裡面很多的台式幽默跟日式幽默 就是又哭又笑的感覺 非常推薦 我在裡面一點瞌睡的感覺都沒有 覺得很精彩 而且很久沒有看到這麼精彩的好戲 那個內涵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感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記錄在看這個好戲 又感動又好笑的我大推薦 眼光不曉得紅了幾次 大時代裡面的一個小故事 每個人都需要來感受一下 古早時代那種純純的感情 很喜歡這部戲 顏慧銘先生媽媽講得很好的一句話就是 一家人就是要好好的坐下來吃飯 劇場帶長輩來看會滿有共鳴的 劇場裡我可以感受到說 每個時代生存的人 他們有他們自己說不出的委屈 這些親情愛情之間有這麼多的拉扯 相當的動容 台中跟高雄都還有嘗試 大家趕快進劇場 對 時光的首相 來說我們都有紅的藍的綠的各種顏色 各種的眼睛跟情感來看這齣 先決定相信眼淚是沒有顏色的